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龍路的小朋友 我是志光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點 水煎包 高麗菜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蝦米 也不是蝦米 還是蝦皮 不好意思 有講錯了 高麗菜 為什麼今天要教大家做水煎包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外面的水煎包 蒸的很油 不管是外皮煎的很油 還是裡面料做的很油 我們乾脆自己來動手做吧 比較 衛生也比較 健康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 切這個高麗菜唷 我們切這個菜 因為我們只要包到 那個 麵皮裡面 所以我們切菜的時候 盡量切小塊一點 這樣子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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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這個大小 因為等一下我們下鍋下去 它會再縮一點點 所以我們不要切得太大了 要注意一下 不然真的不好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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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切好了喔 那我們再拿去洗一下 因為其實我之前已經有洗過了 但是再洗一下好了 因為畢竟裡面到底有沒有一些沙子啊 灰塵什麼樣子 這樣子吃起來又比較安心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菜已經洗好了 那準備下鍋炒一下 做水煎包的料 那我們現在放一點點油 還需要一點點 我們不需要放太多 因為我們不想跟外面一樣 整個都是油 那個叫油包吧 不叫水煎包吧 那我們現在把蝦皮 放到鍋子裡面包一下 要記住喔 這個蝦皮啊 怎麼說 你一定要把它爆香過 它才會有香味 如果你只是隨便把它炒一炒 我跟你講喔 等一下做出來的成品會有腥味喔 它不會香喔 它會有一個腥喔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炒到什麼程度 因為它現在是白色的 其實很好分辨 就像我們炸過那個蝦子一樣 等一下我們炒到說 那個這個蝦皮 會有呈現 類似有一點點金黃色的時候 會有香味 那就代表是炒好了 那我們現在是做水煎包的料的部分 那燒燈一下 我會教大家用麵包雞 製作它的水煎包的那個皮 我們現在大家有看到 它已經呈現比較金黃色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放那種高麗菜 那我們現在可以放那種高麗菜 那我們現在可以放那種高麗菜 稍微把它燜 燜軟 因為高麗菜軟了之後 我們才比較好包 先蓋上鍋蓋 燒等一下 再繼續炒 我們燜了一下子 現在可以把它打開鍋蓋囉 稍微再把它拌炒一下 像現在高麗菜都已經軟化了 那我們準備放一些佐料囉 那我們準備放一些佐料囉 我們放入 白胡椒 一點點就好 我們只是要抬一點點的香味 放太多會辣喔 然後加入少許的一點點的鹽 那鹽的量還是一人而已啦 有的比較重險吧 那所以大家就試量囉 我們再把它炒一下 好了 好了 我們不要炒到它真的熟 我們只是要讓它高麗菜比較軟而已 然而我告訴大家 像這個湯湯水水啊 這個高麗菜的湯汁 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這樣子 如果等一下我們再包那個 水煎包 這個湯汁啊 碰到那個水煎包的皮 很不好包喔 包不起來喔 那所以我們盡量這個湯汁 我們就不要了 我們高麗菜的料 就是炒好啦 那等等我們再利用 製麵包機 去混那個 它的麵皮 OK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這個部分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把麵團的 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那 大約啦 我都是大約 大約15公克至20公克的沙拉油 然後跟15公克的沙糖 3公克的小部分 150公克的水 跟中筋麵粉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放到 麵包機裡面去做成麵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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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油 跟水放過了 然後灑它就放進去 現在接著倒麵粉 一整個外面 最後一整個外面 很完整 很完整 一整個外面 小公告 一整個外面 約五千 這是快發效果 所有的商店應該都有買 我是在全面買的 這個快發效果 效果是最後一道成果 我們再放上去 我們是用麵包機攪拌的 然後攝影一下 他現在開始做麵團 那我們就等待麵團的完成 再繼續下一個動作囉 好 我們的麵團進都好了 那我們現在打開看看吧 打開就像這樣 拿起來 它表面是光滑的 那這時候就OK囉 那我們現在需要把它放在旁邊 靜置個五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包水晶包了 OK 我們現在麵團已經靜置五分鐘了 我們要準備要來乾麵皮 來包水晶包 那我們先準備一個平底鍋 然後放油 油量一樣喔 不用太多 我們還是適量就好了 那我們接著就來乾麵皮 我們再營了 我們來看看 它就不想要適量 然後再煮熟 配合燒 薑 加上去 我們可以加熱 把它搓成草雕形 對切 然後再對切 對切 對切 大概就像這樣子 總是會有大小 但是沒關係 我們又不知道賣的 所以大約就可以了 然後就八個冷冷 OK 就先去一個 這個比較小 再挖給我大了 切了一點點 過來就 要把它大約 差不多大小 我做的 兩個 做個示範 不讓影片 怕脫太長 就把它擀 擀開 擀大張一點 我的腳好薄 這大概這麼大 再來一個 把它壓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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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可以 包起來 就好 我吃了 要摘倒妳知道 我覺得這樣子 好 然後把它包起來 因為我們不是做肉包 所以不用再 那等一下 放到這個瓶鍋裡面 這個收口的那個地方 那個深的方向 就這樣子 然後稍微把那個水 水分滿了一塊 讓它沾上 然後再做第二個 切雞喔 因為會有湯汁 然後我們的湯汁不要沾到這個 收口的這個麵皮的麵皮 過來包起來 就像這樣 然後把它沾到鍋裡面 磨一下油 然後把它沾到鍋裡面 然後把它沾到鍋裡 然後就示範個兩個 等一下我們開火的時候再繼續 OK 我們現在整個都包好了 然後放到瓶鍋裡 那接下來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吃Q一點的皮 發酵的時間可以縮短 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我們大概發酵個15分鐘 那你就可以開火 那如果想要吃鬆軟一點的皮 那我們就需要拉長時間 大概是拉長到40分鐘 這樣子煎起來的水煎包的皮 就會比較鬆軟 就看各自囉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等一下 下鍋的時候繼續 再拍給大家看 OK 我們現在 我 這次發了 差不多30分鐘 唸到40分鐘 我喜歡吃 送完在Q的程度 那我們現在已經發了 然後準備開火 然後 燙水 現在需要水 那水的量呢 我們就是 一半 蓋過水煎包的一半就可以了 好 就不用 整個翻出來不用 好 我們現在要開火 我們一開始 火的量 大概在中大 等它滾的時候 好 蓋起鍋蓋 就可以轉小火 慢慢的煎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那個水滾了 好 已經 砰砰砰砰砰砰砰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時候就 轉小火 蓋起鍋蓋 然後 大約等個10分鐘 我們再來看看 看它 看它現在到底是什麼氣線 哇 長得很大 很重 很漂亮 好 我們還有看到 有看到說 裡面還有水 還在砰砰砰砰砰 這樣子還不行喔 我們現在轉大火 讓它的水氣趕快收乾 好 現在看到整個水氣都開始 在砰砰砰砰 然後另外一個麵煎成酥酥 然後更好吃 好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那個酥的水滾 然後聽到有 有那個 有 有炸聲 好 那我們現在就屬於 讓它 底下 乾煎一下 讓它酥脆一點 OK 我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翻面 然後煎另外一個麵 好 正面我們已經 很明顯看到已經有 焦黃色 煎得蠻不錯的 那我們現在慢慢的 大約 其實另外一面 會比較快 大約 在 三分鐘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煎好了 好 我們這把麵飯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剛剛 我們 這個是上面 因為它比較平滑 沒有熟口 對吧 這是我們後來才翻過去煎的 好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 這是底下 這個 就是一開始 我們把那個 收口的地方抄底下 這是 另外一邊 所以 這是很成功 大家喜歡吃的話 就可以 自己坐來坐坐看 然後你看 不會很油 外面買的水煎包 更不叫水煎 那叫油煎 所以我們自己試試看 那如果 覺得這個 節目不錯的話 請在影片小方按個讚 那如果想要追蹤本頻道的話 請按訂閱喔 謝謝大家 我還是要再拍一次 你先看 我們不會開玩的 我先看 你會不會開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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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開玩的 那你會不會開玩的 你會不會開玩的 你會不會開玩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